大家好,欢迎来到灯塔观察 本来今天有计划聊一聊灯塔国选举总统大选的选情情况 但是因为最近在加勒万古河谷附近 中印之间发生了一点摩擦 这个搞笑的印度阿三国 以非常搞笑的一种方式 挑衅 最后以一种非常可笑的方式 或者说并不搞笑的方式结束 扔下 比如说死了20个人 中方死亡数目不详 没有报道 据说是给印方留了面 咱不知道具体的是个什么逻辑 我相信中国的高层有自己的考虑 因为20个人死了 据说是打死 现场打死三人 或者说打成重伤三人 后来不治身亡 其中还包括一个上校 这个职位可不低 据说是个营长 但搞不清楚印度军队的这个层值 这个层级是什么样 反正从电视上看 好像他父母家里面生活不太富 应该是在农村吧 从电视画面上来看 这个家里面比较穷 你哥在中国有可能是贫困山区了 当然啊 这个家人 自己的儿子 这么为国捐躯了 家里面是非常悲痛 另外17个人啊 据说是说连滚带爬 跑回去之后呢 有的跳到河里面 因为那5000多米的高原啊 气候非常险峻 最后呢 来不及转运到后方 也是受伤 连动啊 估计加恶啊 加害怕 最后呢 也是死亡了 昨天听说 又有两个士兵 在这个建桥的过程当中啊 溺水死亡 还是翻车死亡的 没有详细的具体讲啊 估计也是涉及军事秘密 这个 我们知道印度啊 这个国家 一直是希望在南亚称霸 今天我们就讲一讲啊 这个南亚最近的局势 因为这个地方啊 已经有很多 这个名嘴专家 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 在这呢 我也就不多啰嗦了 只是讲一讲 个人的一些经历 从侧面啊 也可以反映出来 这个南亚最近 发生这个冲突的历史背景 有些人讲呢 有些专家特意提出来 说这个美国啊 表现得非常冷淡 说你们俩打打呗 对吧 这个 没有积极的干预的意思 就跟当初 这个印度啊 跟巴基斯坦 在这个克什米尔地区 大大出手 当时呢 双方都派人 到了美国寻求支持 尤其是啊 这个巴基斯坦这个总理 伊姆拉罕 还专门借联大开会的时候 是吧 去见了这个特朗普 要求干预 调停 让老大出面 但是最后 我们也看到了 最后不了了之 因为巴基斯坦呢 是美国在阿富汗反恐的 重要的盟友 有自己的这个 军事补给战 是必经之路 要去阿富汗 去剿灭塔利班 那这个军用物资 从哪走啊 必须通过 巴基斯坦 作为一个中转 所以巴基斯坦 是他传统一个盟友 虽然这个盟友呢 经常不太听话 所以要给他点颜色 而且呢 有的时候 这个巴基斯坦 有点自不量力 在美国人眼里面看 看过去啊 就讲 比如说吧 这个去年好像是 一个美国大兵 他是个军官 驾车 闯红灯 撞死了一个当地的 巴基斯坦的这个青年 引起了 巴基斯坦的舆论大华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啊 也是召会了这个美方 要求严惩 当然了 这种事情 这个海外有驻军吧 难免这个美国大兵 在当地横称 横称直撞 对吧 撞死人 撞撞伤了人 这很正常 甚至啊 去年在英国啊 也有一个这个美军的一个家属 好像是太太啊 也是 开车啊 这个开不惯 这个右舵啊 最后跑到啊 这个对面的这个道路上去开 方向是开反了 也是撞死 当地一个青年 好像岁数不大 二十多岁 最后呢 连夜就逃逸了 就为这个事啊 据说这个 这个鲍里斯 这个首相 江森 都亲自 给美国总统打了电话 要求这个严惩 当然最后我们也知道 也是不了了之 弱国无外交 当然英国不是弱国了 这是这个 美国的小弟 小弟又怎么样 大哥说不行 那就是不行 这个美国人命多值钱啊 对吧 其他都是楼鱼命 所以呢 这个印度人 告到特朗普那儿 告到美国人那儿 美国人也是耸了耸肩 So what 二十条 印度人命 对吧 尤其是这个 印度这些基层 这些大头兵 都是低种性的 在他们眼里面 也是 对吧 喝喝喝 也就那么回事吧 如果是美国大兵 那不依不饶 这个事儿 倾全国之力 对吧 再派一个航母舰队去 都知 但是印度人 又是在这个 海帕五千多米的 这个雪山高原上 在山区 尽管是实际发生地 在河谷里面 对吧 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美军去那儿干嘛呀 谁出钱啊 谁给这个运送 挤养啊 对吧 你印度人 印度人有钱吗 掏得起这个军费吗 而且印度相当不老实 对吧 这个当年 搞不结盟运动 就是尼河谷挑的头吧 对不对 他一直在美苏之间 两强之间 骑墙 搞投机 想两边老好处 最后鸡飞蛋打 那现在呢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 给揍了 这股恶气啊 出不来 立马这个国防部长 赶紧飞到俄罗斯 那找老毛的大哥 买武器 防空导弹啊 什么雷达呀 什么先进战机啊 有的人会感觉奇怪 不是 美国跟美国亲吗 连这个莫迪 还亲自跑到美国去 特朗普也回访了 来了个雄豹 租了很大的场地 齐唱两国国歌 对吧 这个又搂又豹的 为什么不找美国老大呀 他不是号称 实际上最先进的武器啊 尤其给来一款 这个最快的超音速 对吧 这个高速武器 号称一小时打遍全球 据说是这个音速的 三十二倍 还是二十七倍的 这个数字并不重要啊 尤其从 是吧 董王那儿 出来这个数字 基本上不可信 听不听 无所谓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钱 没钱啊 没有money no money no honey 美国人不惯着毛病 跟我这买武器 可以 有最好的 但是啊 全款 先给钱 而且呢 你给我点贸易上 贸易谈判上 也要给我让步 像莫迪啊 还挺硬 对吧 现在这个美印 啊 这个经贸谈判 也不太顺利 啊 莫迪呢 也不松口 所以说 思来想去 还是投靠俄罗斯 啊 因为他很多装备 也是苏式 啊 那个俄罗斯 什么态度呢 俄罗斯 当然 对吧 他跟中国 是算是现在 算是半个盟友吧 啊 这个抱团取暖 共同 叫什么 共同 抵抗黑社会老大 啊 这个 一抄 美国 一个人打呀 顶不住 所以拉上一个中国 啊 分担一点压力 但是呢 有送上门来的生意 军火生意 这个 你要把人推出去 这个肯定 别人笑你是傻瓜 普京也不傻 有来的生意 而且呢 是个老客户 那肯定得照顾啊 对吧 肥羊 自己洗干净了 送上来 啊 你不宰 对不对 你不好一把羊毛 脑子有病呢 对不对 啊 所以说呢 我们中国呢 也不要妄想 是吧 说因为我们跟中俄 这种关系 所以人家放着 现成的生意不做 啊 放的 这个肥羊不吃 那是不现实 啊 但是呢 之所以 美俄都愿意卖他 啊 也看清楚了 他没有仿制能力 啊 将来他还需要 继续 这是个非常忠诚的 回头客 你卖了他 对吧 四代五代 六代七代 他还回头 要来找你的 你放着这个 优质客户 这个你不做吗 对吧 你是真傻吗 尤其现在俄罗斯 太缺钱了 对不对 啊 但是 他即便是买了全世界 最先进的武器 也没什么用 呃 有些专家讲了 是吧 说美国 对这个中印边境 这个事 不太上心 因为南亚 不是它那个重点的 发展方向 我倒有点 不同的看法 那 你巴基斯坦呢 我 去过 去过呢 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也见到了一个 美国搞情报 在当地 具体的细节啊 我是不方便讲 那16年的事情 他上来就问我 你来这干嘛呀 我说 这个一带一路啊 有项目 过来看看 那他就笑了 那个意思 哎 说你这个 too young too naive 跑到这儿来 搞什么 一带一路 中巴经济走廊 对吧 感觉到 你还是太年轻了 那 或者你对这块情况啊 了解的 太少 当然因为有点关系 我这美国还是有一些 这个 关系在 所以呢 他也讲了点实话 那个意思 话里话外 就是讲 我们美国 虽然要退出 阿富汗了 这个 玩不起了 玩不下去了 但是呢 绝对 给你们 不会留下一个 好收拾的局面 肯定是个烂摊子 先把所有的东西 雷都买好 把这个烂摊子 留给你们 谁接手 谁炸上天 谁玩玩 这个 所以说 虽然说 美国 嚷嚷了半天 要从阿富汗撤军 但是他在没准备好之前 这些雷 他没安置好之前 他是不会轻易退的 但是美国人已经在找自己的后路 具体来讲吧 他是乐于 看见中印 还有这个印巴 在克什米尔 打起来 杠起来 他不用插手 因为这个事 他知道 他挣不了太多钱 反而坐山观虎斗 看你中国怎么收场 他的战略重点 在太平洋 在西太平洋 在朝鲜 日本 台湾 再往下 马六甲 菲律宾 马来西亚 这一切 南海 这一端 他摆上三支航母 舰队 这是他的生命线 因为南海连接了 印度洋 跟这个 太平洋 所以呢 中印 还有巴印 在南亚 开打 这个火药头 这个隐性点燃了 符合他的战略利益 他乐于在旁边 袖手旁观 这个趁势呢 谋取点利益 两边啊 都敲打一下 所以你说美国人 没有参与 我相信 天鹏元帅 老鹏 在这个夏威夷 跟这个 这个老虎 杨洁篪 谈呢 肯定也谈过这一点 不可能一句都没谈 不是主要内容 对吧 那是我们家门口的事 美国还管不到 但是美国呢 在当地 在南亚 也有驻军 是吧 也有他自己的利益 尽管不是他的核心利益 但是他在那经营了很多年 是绝对不会说 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只是现在没到他出手的时候 因为现在还是叫什么 徒手搏击 说起这个徒手搏击也非常可笑 你是 印军想要夜袭 想偷袭我们的大营 你这个桥段 你是懂点中国历史的 你也知道 对不对 从这个春秋战国 开始 三国演绎 水虎 隋唐演绎 对吧 是中国的这个 故事书里面 对吧 这个评书里面 小说里面 讲的太多这种了 对吧 偷袭大营 中国人玩剩下的 你印度人想搞点兵法 对吧 读了几页孙子兵法 对不对 你就想上这儿来 偷袭 想占点便宜 趁黑摸上来 他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我们这个指战员 估计一个排级干部 都读过这段 深的不说孙子兵法 咱不敢讲 你三国演绎看过吧 对不对 里面的经典战力太多了 你跟中国人耍这套 对吧 你还嫩点了 尤其是我们这个 对吧 伟大领袖 这个伟大的军事家 对吧 战略家 诗人 训练一手调教出来的军队 这是我们的人民军队的 宝贵的财产 就是夜席 对吧 夜战 这是我们的长项 对吧 你这官公面前耍大刀 你印军 是吧 想让我们这 占着这便宜 你算是那个什么 踢到铁板上了 自讨没趣 所以被一顿暴揍 我看前两天 这个黎明报 是路透社吧 采访的这个巴基斯坦的外长 那 幸灾乐祸 那 洗衣上没烧 说这个 啊 这两天啊 这个印度人啊 在中国人那儿 遭到当头棒喝 被爆锤了一顿 英文啊 叫 被爆锤了一顿 没处发火 出气 泄愤 结果呢 把我们住 新德里的 这个大使馆的情报人员 轰走一半 驱逐了 借口他们在这儿 从事不适当的 这个活动 你有本事 你找中国人练去 对不对 你拿我们撒什么气啊 对不对 搞情报 哪国不搞啊 当然 我们也知道 这个 中印发生点摩擦啊 最高兴的应该就是 这个巴铁 老巴他们 因为毕竟啊 在这个 克什米尔 这个 硬控区啊 这个那边 他们还是吃着亏 压力啊 也非常大 其实作为 这个巴铁兄弟们来讲 早就希望 中国大哥出手了 缓解一下 他们的这个压力 前方的压力 因为毕竟啊 他跟印度相比啊 各方面应该说 都不占优 应该说 处于绝对的下风 如果不是中国人 在那扛着 震慑着这个印度 巴铁斯坦啊 早就亡国了 但是呢 其实他们心里面 是有点怨言的 就是我们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对吧 你这个中国 说是全天候的 对吧 战略伙伴 袖手旁观 除了这个 嘴头子上 说两句 我给点钱 给点武职 对吧 给点这个 这个骁龙战机 给点坦克 给点这个 这个战舰之外 没有任何实质的这个行动 有点不太战略 我觉得他们 其实心里面 不太满意 我觉得中国 是时候该出手了 而且这时候出手啊 恰逢其时 为什么呢 从时间点上来讲 美国今年大选年 特朗普前两天 在这个西点军校 毕业典礼上 已经挑明了 美国不再做世界警察了 前台词是什么呀 就是讲 没钱了 连一个 疫情都控制不住 也是因为啊 舍不得花钱 舍不得 为什么 为底层老百姓 为穷人花钱 这是他的票仓 有一些啊 是他的票仓 但是呢 让他自己掏口袋 让他去动那些 大老的钱 军工复合体 这些超级富豪 华尔街 这些大老的钱 吃人说磨 痴心妄想 他自己也非常清楚 所以啊 宁可死人 不能花钱 这就是啊 这个美国政治的 叫什么 核心的原则 用这条原则 你就可以解读一切 我们认为 有些人认为 奇怪的现象 包括这个印度 这次 也是一样 因为没有纳 投名状 也没有送上大礼 所以说呢 美国呢 冷眼旁观 你们俩先玩吧 他说也没有什么大事 而且这三家呢 都是核大国 都是 都是拥核的 谈不上大国了 就是那这个印度 巴基斯坦 那是核武库 寥寥 打一发出去 少一发 中国那呢 多少发呢 应该说也是刚刚好 也不富裕 也是打一发 少一发 但是我们制造能力强 补充能力强 对吧 所以说回来呢 这是个好事 正在结果眼上 而且呢 我觉得应该乘胜追击 扩大优势 一锤定音 稳定一下 为这个将来的东海 南海 趁势拿下台湾 做积极的准备 让这个西线啊 可以太平 稳定十年 现代战争 打的是什么呀 打的 不是军人 不全是军人 打的是后勤啊 不是打的武器 你得补给的上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 是个送上门来的 好时机 莫迪看来是啊 控制不住这个军方 或者他这个党内 国内的某些政治势力了 想从这捞一把 也许是呢 想这个 再搞点军火 大单 从中啊 再贪污点 再搞点 或者说呢 转移一下 国内的舆论的这个焦点 和压力 因为他疫情啊 比如说 确诊已经50多万 还腾腾的往上冒 牢牢的把握着 前五名 这个 这个榜单上 所以说呢 经济下滑 就说是跳崖似的 跳水似的 雪崩似的 经济滑坡 怎么办啊 边境上 搞点事 转移一下 注意力 也不排除 有这种可能 那中国呢 应该抓住这种 难得的战略机遇 狠狠地搞一家伙 有可能这一下 顺势把藏南 六万多平方 顺势就收回来了 对吧 打造一个 比较坚固的 永久和平的 这么一条战线 逼着他 来谈 这个边界谈判 因为印度很屌啊 对吧 在这个 现代史上 没有见过 这么自不量力 夜郎自大的 一个国家 无论从经济实力 还军事实力来讲 中国都甩他 八九条街 甚至说 不在一个维度上 中国是已经是 工业文明了 发达的工业文明 工业化已经 百分之五六十了 奔着七十去了 是吧 那个印度是 可怜的不到 百分之十五 还是个农业国家 是吧 靠天吃饭 最近又来点蝗虫 还有雾霾 应该说 矛盾重重 困难重重 在这个节骨眼上 还要到统一 东方巨龙一下 我就有点 作死的意思 no do no die 所以这次啊 一定不要轻饶了他 当然也确实 可喜的是 我看这个 最近报道 说 这个新疆的两个重装师啊 已经开到 开到边境了 以防不测 因为这个 印度人也是 这个 鬼迷心窍 有点自不量力 有点像当年的 这个 谁啊 越南 他要做中南 中南半岛的 这个霸主 最后 被中国修理了一下 太平了三四十年 现在这个印度呢 六十年过去了 从六二年 那次战争之后 消停了将近六十年 但是呢 为什么有人说 这个六十年 他不计这个教训吗 你别忘了 六十 六十年过去啊 已经一代人了 甚至两代人了 那个残存的记忆啊 已经过去了 印度人啊 已经金飞锡比了 已经雄起了 甚至这个自豪的喊出 我们要再不努力 有可能上海啊 再过二十年 就超过孟买了 对吧 这是危机感非常强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民族 他有妄想症 自大狂 所以呢 你只有抡起板斧来 对吧 铁锹或拉牙棒 才能让他稍微清醒一下 你还是个农业文明国家 对吧 这个中国正在搞脱贫 最后的几千万 马上脱贫了 但是你印度 还是十几日 十几亿人 还在这个贫困线上挣扎呢 对吧 所以 还是要清醒一点 无论你政客 想继续拿选票 是吧 还有打击国内的这个 其他的政治势力 或者你这个军方的 政界的 想通过购买军火 在捞点钱 但是你这次啊 找错了对象 你不是六十年前的印度 那中国是六十年前的中国吗 对吧 你现在这帮这个年轻人 对吧 掌握了所谓的这个高科技 有世界意识 是吧 想搞民族复兴 那中国的这一批人 这批年轻人 六零后 七零后 八零后 对吧 这个五零后 都还在 能任由你们来胡玩吗 对吧 要冷静一些 你们是 然后硅谷里面 有几个人 那当了CEO 甚至说进入了这个 这个美国的政界 对不对 这个华人也不差呀 对不对 虽然说 这个海外的华人 美国的华人 那真正 爬上去的 到了政界的 到了科技界的 真正替 中华人民共和国 讲话的人 还少 但是他 中国啊 这个综合国力在 所以他们啊 也不敢造次 所以说呢 这个 现在简单讲一讲 南亚 这边是怎么回事 南亚呢 还继续是个火药桶 那全球现在火药桶啊 太多了 巴尔干火药桶啊 中东火药桶 对吧 非洲也有火药桶啊 随时随刻都会打起来 那但是呢 这个南亚是个新的火药桶 好在呢 中国啊 有所准备 有所防范啊 已经有预案 可以敲打一下 很狠地敲打一下 这个阿三国 为将来啊 在东海和南海方向 有大的动作 甚至说 跟美国在太平洋 搬搬手腕 做好一个 心理准备 做好一个 什么 预案 以备不时之需 好 今天呢 就 简单地讲一讲 我对南亚局势 最近中印边境 发生的这个事件的 一些看法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